说起马自达大家都会想起技术财和圆满一帖 这次在广州车展上 他们带来他们全新的产品CX50 这不仅仅是简单CX5的升级版 且听我慢慢来说 我们先来看车身尺寸 它车身尺寸的长度已经接近了4米8 车身宽度也超过了1米9 关键轴距也超过了2米8 它其实在车身宽度上面 已经很接近一台光道了 这么说 你就知道它跟CX5真的不是同一台车 或者是同一个级别的车型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前脸一个设计 你看还是马自达混动了一套设计风格 这些熏黑这些镀隔还是做得很大位 而且大灯里面 这里面那个错位的设计就真的做得很全神了 再来看看这块是密封的 但其实下面就下面这一节是通 就为后面的轮孔带来更多的去留 其实我们看到CX50的车面 你会发现它多了很多野性的元素 首先这个轮孔 在CX5上就大概是这么大 但是发现这台车就做得这么厚了 而且用上了是一个19英寸的大轮圈 所以这台车一看上去 就实要比一台 CX5做了很多的野性 尾灯其实整体的设计 跟前大灯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 我总觉得是一个滚动设计的一个升级板 反正看起来这台车真的是很漂亮 就特别是这样一个配色 关于CS50的动力系统 它前期会上一道2.0和2.5的发动机 匹配的都是6AT的变速箱 关键2.5的那台自干机器 还会有智能变干的技术 而且6AT的变速箱的词笔 会重新做一个调整 自配中国道路的一些走走停停的路况 同时又下半年开始 这台车也会上一道2.5的混动系统 所以我对这台车整体开起来还是相当期待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次虽然没有进到类似看 但这台车在中国市场也进行了一些优化 后面的一个纵向的长度 会比它原版车型多了55毫米 而且中央的地台也会坐得相当低 这是我得到目前得到的一些消息 所以这台车就真的很期待开起来会怎样了 也是平在不笔 就这样嗯 这台车在角落 自己 自己 是的 这个